好,在单词看完了之后,我们来看第十课的课文部分 首先呢,咱们把第十课的题目再看一下 第十课的题目叫 Lesson 10, The Loss of the Titanic 泰坦尼克号的沉默 首先这个泰坦尼克号的名字前面加一个定谷字the 这是咱们新概念二侧的知识 指轮船的名称前面习惯上加一个定谷字the 这是一个规矩 你看本文中加了一个the 在新概念里面出现的轮船可是不少 比如说,咱看一下第25课的题目 第三课第25课题目叫做 The Cadizark 卡地萨克号翻船 在前面加了定谷字the 再比如说到了第四课 第四课的第27课里面出现巨轮瓦萨号 它的题目叫 The Vasa 在前面也有定谷字the 这是一个规矩 只有在一个情况下 船只名字前面不加的是什么情况 咱们一会儿在第一句话中就会看到了 我们看一下第一句话 他说 The Great Ship Titanic Saved for New York From Southampton On April 10th 1912 据论泰特尼克号 在1912年4月10号这一天 由南安布敦起航 驶往纽约 那么我们发现在这里面的 The Great Ship 后面那个Titanic 也是指泰特尼克号 为什么在这没有加那个定谷字the 因为这是唯一的一个 在船之前的名字前面 可以不加的地方 为什么 因为这个Titanic在这做同位语 我们知道 同位语前的定谷字the 一般是可以省略的 我说可以省略 不是必须省略 加上的当然也对 去掉也对 因为它是同位语 我们再多看几个例子 把印象更深刻一些 比如说我们看 第150页的第一行 32颗的第一句话 他说 The small ship Elker which had been searched in the Barency for weeks was on its way home 小船埃尔克号 在巴伦之海搜寻了几周之后 现在正在返航的途中 注意这个Elker在这 做小船的同位语 Elker是船的名字 但前面没有假的 因为它是同位语 但同位语可以去掉的 不是必须去掉 你不去掉也对 也可以 咱们来看一下第25课里边 122页的第一行 122页的第一行 他说 One of the most famous sailing ships of the 19th century The Cadizark can still be seen at Greenwich 他说 这个19世纪最著名的帆船之一 卡地萨高帆船 现在在格林尼治这个城市 依然可以看到 我们可在这里面 The Cadizark 是做前面最著名的帆船之一 它的同位语 但这里又加上了丁肯斯德 可见船之名字前面的 做同位语的时候 有也行 没有也行 这是亚历山大通过不同课文 隐晦地告诉我们的 但我们注意在其他的情况下 船之名字前面加的 这是个规矩 只有同位语是个例外 把这个了解 好 那么我们再回到句子中 说泰坦尼克号巨轮 在1912年4月10号这天 从南阿姆顿起航 时往纽约 注意这个介词搭配 我们先跟的是目的地 介词加的是for 从哪个地方起航 用的是介词from 从某个地方 时往某个地方 这个介词搭配 根据不同的搭配 它的介词是不一样的 咱们看几个例子 比如说say from A to B 如果直接说从A到B的话 那么用from A to B 这个结构 还有一个变化 我们可以说 sale out of A towards B 从A起航 时往B out of A towards B 也是正确的 你前面out of 后面必须加tours 这个词汇 但是本文中是第三个表达 sale for B from A 一定记住 在动词后面 直接要跟目的地的话 那么前面介词 必须加for 然后后面从A出发 再加上from A就好了 本文中是第三个表达 这个for特别容易错 动词 动身 出发 起航 等等等等 后面直接跟目的地 要先加介词for 而不是to 这个容易错 咱们看一些简单例子 比如说我说 这架波音747飞机 从上海出发 飞往纽约 这架波音747飞机 从上海飞往纽约 咱们表达 这三个都对 the Boeing 747 flew the flight 一般过去是来 第一个表达 那是from Shanghai to New York 从上海到纽约 没错 对吧 或者说out of Shanghai tours New York 从上海出发 飞往纽约 第三个注意 flew for New York from Shanghai 从上海出发 飞往纽约 先跟目的地 注意介词加for 这个很容易错 这个是一个规律 所有的这个词汇 只要是在后面 先加目的地的话 我们都是加介词for 我们看几个例子 你像leave for 我们动身出发 复某地 或者depart for 我们动身出发 去某个地方 或者用我们这个set out for set up for 都行 set out和set off 都可以表示动身出发 后面先加目的地的话 一定都加for 而且这几个动词或动词短语 不强调方式 甭管是走着去 坐船去 坐飞机去 还是爬着去 还是骑驢去 后面先跟目的地的话 一定都加for 这是个规律 这个介词很容易错 怎么记呢 我们干脆记成中文 fu 一个走织 加加萝卜的补 那个fu 跟fu 发音类似fu 某地 这就好记了 咱们举一反三的 多看几个例子 比如说 我在周五即将动身 fu 大连 我直接跟目的地 注意介词加for I'm leaving for大连 on Friday 在周五的时候 动身出发 fu 大连 这个进行时 表达的是将来时的含义 在周五即将动身了 注意 介词加for 举一反三的 那么所有跟目的地的 先跟目的地的 这个动词后 那么介词都加for 比如说朝某个地方走去 这个表达叫make for some place 这个for后面跟着也是目的地 在动词后面 要加切词for 不要加to 朝某个地方走去 看个简单例子 I think it's time we made for home 我认为现在我们该回家了 那么到了我们该回家的时候了 make后面加for 注意is time 后面的重句用虚拟语气 所以这里用的一般过去是 这个虚拟语气 在未来咱们会讲到的 但注意目的地 简单加for for home 是这么一个 那么我们再多看几个类似的 再比如说 我们说朝某个方向前进 那后面也是加for beheading for 或者是beheaded for 朝某个方向前进 这个beheading或者beheaded 意思是一样的 一般来说也可以替换 只不过在英联邦国家 多用heading 在美式 一般用beheaded常见一些 后面加就是for 只不过它一般多做比喻意 向某个抽象的目标前进 但也是目标目的地 还是加for 咱们看几个例子 the negotiation is heading for deadlock 那么这次negotiation是谈判了 那么正在朝向僵局的目标 在前进 deadlock 一个锁死了 用钥匙打不开了 就僵局的意思 那么这个谈判即将陷入僵局 注意这也是用for 加一个最终的目标 再看这个例子 Newcastle seemed to be heading for failure until let go save the day Newcastle 其实写圈呢 叫Newcastle United 一个足球队叫 牛卡斯尔连队 常看球论呢 这个可能男同学更熟悉 牛卡斯尔队呢 那么看似正向着失败在前进了 目的地是失败 目标是失败 直到一里迟到的入球 立榜狂澜了 咱们还记得吗 在我们第七课残召见面组中讲过 Save the day 叫立榜狂澜于祭祷 立榜狂澜了 这个都是后面加借词for 凡是动词后面加目的地加目标的 一定用借词for 这是一个规律 请大家把它牢牢记住 好了 那么这个句子说 那么这个聚伦泰坦尼克号 那么从南安部顿启航 时往纽约 那么最后说时间 是1912年4月10号这边 那么英语的表达 日期是月日年 这个表达 第一句话 咱们看能不能跟老师 把这句子整个复述一遍 巨伦泰坦尼克号 1912年4月10号这天 从南阿布顿启航 时往纽约 先加纽约 前面加for 我们来复述一遍 The great ship Titanic Sailed for New York 后面戒指呢 From Southampton 在那天 On April 10th 1912 类似的 咱们造一个句子 咱们说这个马航 这个著名的370号班机 失事这个飞机 马航370号航班 我们先说马来西亚航空公司 航空公司可以叫 Airlines 这个词 叫Malaysia Airlines Flight 370 370可以动3 再读成70就好了 370 然后于2014年3月8号 从吉隆坡出发飞往北京 咱们也是先跟目的地 For Beijing From Kuala Lumpur Kuala Lumpur是吉隆坡 这个名字可能不好读 我们跟老师大声来读一下 Kuala Lumpur Kuala Lumpur 叫吉隆坡 对吧 咱们看看这个该怎么说 咱们付出一遍 先说马来西亚 马航这个376航班 然后是飞往 咱们用fly这个词 一般过去的时候就付入了 先说妇女 赴北京 然后从吉隆坡出发 然后再说 在这一天 一下接次on 3月8号 月日 最后说2014年就好了 咱们组织一下语言 我们可以说 Malaysia Airlines Flight 370 flew for Beijing from Kuala Lumpur 这个表达相关的 可以把它同时记住 第一句话呢 看到这儿 下面接着说了 那么后面又去描述 She was carrying 1316 passengers and a crew of 891 这个巨轮上当时搭载着 1316名乘客 还有891名船员 这个有同学说 那轮船是个东西 为什么she呢 为什么女孩子 那个 这个女字边那个她呢 这也是一个常识 也是个常识 我们记住 指车 指船 还有指祖国的时候 一般经常用 女字边的这个她 用she这个词 指车 指船 尤其是自己乘坐的 这个车 这个船的时候 特别指祖国的时候 一般用she 我们多看一些例子 反文中指船 我们再开一个车的例子 What's wrong with my car She won't start 你看用的是 She won't start 我说我的车怎么了 这车子不能启动 这个车 它没有用it 用的是she 再看一个指祖国的 China has done What she promised to do 中国已经做到了 它承诺要做的事 这个she指祖国 也是不用it 而用she 就跟把祖国 比重母亲一样 所以这是一个常识 本文中指船 用she这个表达 是正确的 必到表达 他当时 carry是搭乘着 上面是装着乘着 是1316个乘客 和891名船员 这个891名船员 先说crew这个词 crew咱们以前说过 表示一个船上的 全体船员 尽管是有很多人 但它要用单数 因为它是一群一群数的 一群船员 有多少人组成 home加off 再加阿拉伯数字 就好了 这个表达 顺便举一反三 可以看一看 A crew of 891 891名船员 可以这么说 再比如说 我们说这是个100人的委员会 同样类似可以说成 a committee of 100 就好了 就不用说 100 people 或100 members 直接说 a committee of 100 就好了 比如再比如说 再举一个例子 五口之家 一个五个人组成的家庭 怎么说呢 是不是可以说 a family of 5 a family of 5 五口之家 就不用说 a family of 5 people people是废话 一定是五口之家 不可能是五狗之家 一定是人了 所以people就甭说了 你看 类似表达 举一反三 可以记住 好 再回到记住 这句话呢 我们可以翻过来这么说 我说呢 1316名乘客 和891名船员 在船上 在船上也行 那在船上 用什么表达呢 我们有两个表达都行 就是这个on board 或者它的同一词 aboard 它既可以当副词 也可以当借词来用 当副词来用 就是在船上 在车上 什么在飞机上 都行 当借词来用呢 具体后面可以加笔语了 最具体某一个船 车 飞机上 都行 我们分别大声来读一下 on board on board 或者用一个词 表达的意思一样 再读一下 aboard 表达在船 飞机 什么车上 都行 当然口语中 一般用aboard 它简洁 书面用on board 更多一些 都行 你看我们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你看在美国 要开船之前 船老板对岸上 忙忙大声喊一声 on board 全体上船了 在这里边 aboard当副词来用 大家都上船了 这个怕有人 把它拉在这个岸上 还有呢 你看我们 班集体里来了新同学了 或者我们单位里面 来了新员工了 我们往往热情地说这么一个 well welcome aboard 你好啊 欢迎加入我们这个组织 welcome aboard 这个里面aboard也是当副词来用 表示字面意思欢迎到我们这艘船上来 一错你就上了我们这贼船了 以后我们是异传人了 所以欢迎加入我们这个组织 我们大声可以读一下这个词 welcome aboard 只要是欢迎嘛 所以语气要激昂一些 再来呗 welcome aboard 欢迎上了我们这个贼船了 来加入我们这个组织 这个是当副词来用 那本文中呢 我们把它带进去 这个表示有这么多人在船上 也行 我们看看应该怎么说 我们先说 1316名这个乘客 还有891个船员 当时在船上 注意1316 这个我们以前说过 阿拉伯数字可以放在剧中 但不太适合放在剧手 剧手是一个比较关键性的地方 咱们一般用英语单词把它写开来 剧中可以用阿拉伯数字没问题 所以写出来 1316 passengers and crew of891 剧中可以用阿拉伯数字 怎么样呢 war on board 或者是war aboard 当时在船上 如果强调在这艘船上 加冰语 war on board her 或者war aboard her 就行了 因为它做借词时候 我们加冰语 这个冰语呢 直接用它的代词 因为我们只传用she 那冰格呢 把she换成her就好了 当时在船上就好了 这个表达也是正确的 那好 咱们下面看一道疏忽练习题 咱们请看一下书后题 第53页第4题 咱们打开书 看一下53页的第4题 动作快捷 53页第4题 咱们看应该选哪一个 前面一个空格 后面说war 1316个乘客和891个船员 当时在这个船上 我们看应该选哪一个 第一个A选 叫unkered board 在它的这个板子上 这个不通顺 这个board就是大木板 什么就在它的板子上 这不通顺 on board her 这个对了 是借词短语 在船上 这个her在这不是鼠格 是冰格 在这座船上 那么seed boarding her 这个不对 board做动词是上船去 正在上船去 这个boarding her 这个不通顺 正在上船去 这个不通顺 不符合原文中的含义 这个第一选项 on boarding her 那么用借词on 可以表示刚义怎么样 就如何 刚义上船的时候 后面有这么多人 这个不通顺 什么叫刚义上船呢 这十年状语不对 在这说要个借词短语 在船上 只有哪个证据 只有B证据 on board her 但是你发现 这个句子里面 它用了一个道庄语序 on board her war 他们的war 放在主语前面去了 这个地方用了一个道庄 这个道庄 跟我们第五课 讲的不大一样了 咱们第五课 当时讲了部分道庄 咱们在这看全部道庄 部分道庄 叫partial invariant 但全部道庄 我们用full invariant 什么叫全部道庄呢 就是把全部的位语动词 都放在了主语前面去 咱们以前部分道庄 是把什么住动词 B动词 情态动词 放在主语前面去 但本文中 全部道庄 是整个位语都搬到了主语之前 咱们看什么叫全部道庄 全部道庄的用法 一般来说 一般的情况下 有两大用法 还有一些更小的 小的细节变化 咱们后面会说 先把这个基础知识先记清 B用法是 表示位置 或者是次序的壮语 放在聚首 只要满足两个条件 那么就应该用全部道庄 他对后面 逐语位语有要求 表示位置 或者次序的壮语 放在聚首 你看刚才 术后提那个句子 在这个船上 是表示位置 在船上 放在聚首了 后面能满足两个条件 得用全部道庄 那两个条件 第一个 逐语不能是代词 你看刚才 术后提的句子 逐语是1316名乘客 和890个船员 它不是代词 是个名词短语 第二个位语动词 不是极物动词 刚才那个句子 位语动词是war 它不是一个极物动词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道庄 就得用全部道庄 把整个位语动词 搬到了主语前面去 但注意 这种道庄 这种全部道庄 它主要的目的是干嘛 为什么要道庄 是突出了句末的主语 刚才术后提里面 就突出了 在船上 有一千多乘客 和800多船员 突出这个主语了 我们看看几个例子 是不是突出主语 突出句末的主语 in came miss green 格林小姐走了进来 in表示位置 向里边 然后主语miss green 不是代词 位语 kim不是极物动词 在这用了全部道庄 在中文中 是不是也可以道庄 你看中文中正常语句是 格林小姐走进来了 进来了 我们可以用道庄 一推门 进来了 格林小姐 你体会 哪一个句子 更突出 格林小姐 格林小姐走进来了 进来了 格林小姐 是不是后面这个句子 进来了 格林小姐 更突出 格林小姐 对吧 这个我们知道 一个句子里面 至关重要的位置 有两个 一个是句手 一个是句末 这两个位置 是比较重要的 那这两个位置里面 哪一个更加重要呢 大家回忆一下 李老师以前提过一次 句手和句末都重要 但非要见个真章 看哪个更加重要 应该是句末 比句手 甚至更为重要 为什么呢 句手先入为主 重要咱承认 但句末 是我刚刚看完的那个字 是不是印象最深刻吧 所以呢 这个全部道庄 这种全部道庄 它其实是句末 重心原则的 一个应用 把重要词汇 放到了最重要的位置上 中文中 也有这个全部道庄 用法是一样的 你看咱们 大家可能平时天天说 但自己没有体会 比如说你看 一轮金黄的圆月 挂在深蓝的夜空之中 这是正常语句 但你看我用全部道庄 在深蓝的夜空中 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 你看哪一句话 突出这个金黄的圆月呢 金黄的圆月 挂在深蓝的夜空之中 深蓝的夜空中 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 是不是这个道庄 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 更突出巨默的金黄的圆月呢 就是这么一个作用 是这么一个作用 你看中文跟英语 这个地方有意趣通空之庄 再比如说 on a hill stands a temple 那么山上有座庄 其实正常语句是 a temple stands on a hill 这个on a hill是表示位置 放在聚首来 后面这个主意 a temple不是代词 位于stand不是极无动词 用了全部道庄 他没用 does a temple stand 直接把stands 整个放到前面去了 这是全部道庄 整个位于动词 前置 这个用的是对的 是不是突出了这个庙吧 一座庙在山上 倒过来 山上 矗立着一座庙 更处出这个庙 咱们起于反三的 可以多看几个例子 我们看到 其实我们中学讲过的 derby句型 也是属于这种 全部道庄语句的情况 there are two people 其实正常语句 是two people are there 两个人在那里 there 那里是表示位置 two people 那么它不是代词 are当然不是极无动词 用了全部道庄 there are two people derby句型 其实也是一个道庄 derby句型 可能有一些变形 它不一定是这个b动词 比如说 there are one stood a little village 那里曾经有一个小村子 其实正常语句是 a little village stool one stood there 但there放在巨手 表示位置 那里 主语a little village 不是代词 这个stool stand 当然不是极无动词 用了完全道庄 把stool 整个位动词 搬到主语前面去了 依然是一个完全道庄 这是表示位置 极于反三的 咱们把它看一看 咱们再看表示次序性 你比如说 我们现在 排队 买票 等了半天 终于排到个儿了 里面的人说 现在该你了 你过来吧 now comes your turn 你看 这个now表示次序 刚才是他 现在轮到你了 这个主语 your turn 不是代词 位动词 come 不是极无动词 全部道庄 now comes your turn 而不说 now your turn comes 他不这么说 那是不是突出的 your turn吗 该你了 你的次序到了 再比如说 next came a horse 这初次新开店 三册第56课 河流我们的邻居里面 出现了这么一个 全部道庄 其实就在252页的 第23行 252页的第23行 一开始是一头死羊 顺流而下 随后又来了一匹马 next 表示次序 刚才是羊 现在是马 然后呢 这个came 当然不是极无动词 那主语 a horse 当然不是代词的 两个满足了 依然用的是完全道庄 或者叫全部道庄 对吧 好 但是不是每一个句子 都能道庄 它不满足的条件 有一个不满足就不行 比如说主语 它要是个代词 位语动词 是个极无动词 有一个满足这个条件的话 它就不能道庄了 我们看例子 off he went 它出去了 这个off 表示离开 确实可以表达位置向外 但是主语he是个代词 就不能说 off went he 这个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你突出句目的主语 你用代词怎么突出它 突出这个主语一定得有名词 所以代词 用这个道庄是没有意义的 也不能道庄 那这句话呢 尽管主语不是代词 依然不能道庄 为什么 你看 on a hill 在山上 还是一个表示位置的 但你看 John saw Mary 在山上 约翰看到了玛丽 你就不能说 on a hill saw John Mary 这主语 宾语到一块乱套了就 这没法道庄 为什么 道庄以后 主语跟宾语跑得一块特别别扭 为什么 因为这个see 一般过去是so 是个极无动词 你发现了吗 第一个主语不能是代词 第二个位语动词 不能是极无动词 两个都满足 才要用完全道庄 所以这种全部道庄的语序对主语和谓语是有要求的 有一个不满足就不能道庄了 这个得注意 这是第一个全部道庄的情况 还有第二个全部道庄的情况 稍微少见一些 是什么呢 这个在考试身体中也出现过 就是句子的表语 主细表结构了 表语放在句手 这个时候有的时候也可以道庄 这时道庄目的是什么呢 这种道庄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头重脚轻 这个道庄的原因一般是因为主语太长了 避免头重脚轻用道庄 这个道庄并不是强制性的 我们看一个例子 Happy is he who has a sound mind and a sound body 其实正常语是he再加定义从句 who has a sound mind and a sound body is happy 一个身心健康的人是快乐的 he再加定义从句构成主语太长了吧 代词后面加长长的一个定义从句 造成主语过长了 这是表语happy放在句手 其实还是主细表结构 但变成表细主结构 因为主语太长了 主语这种全部道庄 对主语和谓语是没有要求的 只要主语过长的话 咱们都可以表语放在句手 后面用道庄 但是这个道庄不是强制性的 不是强制性的 你用正常语序也可以 再看一个句子 gone are the days when my heart was young and gay 你发现这个gone 一去不复返了 走了 没了 也是一个表语 后面二是系统词 句末是主语 the days 什么days呢 后面加定义从去修饰 造成主语太长了 就是我的心呢 是年轻和快乐的那些日子 一去不复返了 那些年轻快活的时光 已经完全没影了 我们现在就老了 充满了 生活中充满了痛苦和悲伤了 这个gay不能翻译成同性恋 哎呀 那些同性恋的日子已经没了 我现在成异性恋了 性取向没有变化 这个gay在这当形容词来用 翻译成快乐的 开心的 年轻快乐的时光 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注意 这种道庄 这是表语方的句手道庄 它对主语和谓语是没有要求的 它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头重脚轻 而不是突出 聚没的这个主语 这是两种这个全部道庄 这是比较常用的 更冷僻的特殊用法 咱们在后面会说 好 这是全部道庄 咱们复习一下 做过区分 因为两种道庄容易搞混 咱们的第五课 事实数据那颗书 咱们讲过部分道庄 复习 做过复习 什么是部分道庄呢 这个部分道庄 就是只把注动词 必动词 当然这必动词前面 不能有其他的注动词了 如果其他的注动词的话 是前期其他注动词 或者是 情态动词放在主语之前 这就部分道庄 而全部道庄呢 是把整个的位于动词 搬到主语前面去 部分道庄的条件 咱们混合一下 是三个条件 只看聚首 第一个 否定词位于聚首 咱们说过 第二个 only加壮语位于聚首 引起部分道庄 第三个 就是表示程度啊 频率的副词 特别是这几个箱 such so well often how many a time 等等等等 放在聚首的话 后面引起部分道庄 大家发现 部分道庄 只看聚首 是什么词 它对于主语和谓语 是没有丝毫要求的 并不像表示位置次序的 状语放聚首的 全部道庄 它对主语谓语 要有两个条件 而部分道庄 是没有任何条件的 只看聚首 部分道庄的目的是为什么呢 是为了突出聚首的这个状语 突出这个only什么 突出hardly 否定词突出such等等等等 它是为了突出聚首的 而全部道庄 由位置次序放在聚首的 这种全部道庄 它的目的是为了突出 聚没的主语 所以这完全道庄 跟部分道庄 目的是不一样的 这个作为 这个到第三册 中高级英语学习者 这个知识点应该掌握了 咱们最后再总结一下 这个部分道庄 跟全部道庄的这个区别 再看看有什么区别 我们说部分道庄 一定为了突出聚首 聚首那个状语 当然完全道庄 是为了突出聚没的主语 当然我说 表语前置引起的完全道庄 那是例外 它是为了避免头中脚轻 再说了 位置和这个次序 放在聚首的完全道庄 为了突出聚没的这个主语 所以部分道庄 为了突出聚首状语 全部道庄 为了突出聚没主语 另外一个区别 部分道庄 它只看聚首 这个状语是什么 就引起道庄 但是对主语和畏语 没有任何要求 而全部道庄 它对逐语位于有要求 逐语不能是带死 位语不能是极无中死 但是表语前置引起的完全道庄 例外 表语前置的引起完全道庄 那个跟逐语位于没有关系 一定要把这些知识点把它分清了 你记得模模糊糊之后 在考试中还是会用错 尤其在写作中容易用错 因为写作需要你自己亲自去操作 这个对语法要求可能更高了 当代的考试很少直接的考语法了 但是他会用这个间接的方式考 比如说语法高级语法你看不懂的话 你阅读真题错不对 文章看不懂 你语法不过关的话 写作中一写附和句式会写错 所以语法制式也是非常重要的英语的基本功之一 这个道庄也是咱们写作中必须具备的 为什么呢 完全都是陈述于序 势必你的句子会显得单调 多用一些道庄穿插的话 当然有助于拿高分 但是不要用错 这个知识先记住 我们在后面讲到类似的句子的时候 还会复习 这个知识点还会复习